我们两手合掌 这个佛前有这些供品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应该是环宇妈祖会 我们那个蔡居士呢 特别交代来供佛的 他的法会圆满 他才有时间 安排这个事 我们感恩他 我们现在两手合掌 两脚用力踩地 两脚平行地 那么运心做观想 我们要发菩提心 心量扩大 以这个扩大的心 并不忘杀婆赐苦 但是呢 这个世事的苦呢 我们意念它 但是不忘众生 就是说苦是入道的药门 无论你大生小生都要念苦 但是呢 我们面对苦的态度跟方法 跟最后的决心 做法不同 我们面对苦 但我们没有只想到自己 我们想到一切众生 当然啦 修身闻人呢 不是说没有想到众生 但是呢 他对苦的定义 他把它定义为最真实 它跟生命的关系是唯一 只有断除 那么大生人对苦的认知呢 是定义为 那苦呢 是如梦中的疾病 梦中的老苦一样 那个 基于空性 也是不可得的 那因此呢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无佛 无众生 无佛可 可成 无众生可度 这个听起来很特别 但是他其实就是一个空性见 那么对于凡夫 我们或许要跟他讲说 苦是真实 他才能够学离苦 但是呢 进入佛门 慢慢的熏陶 有因缘发大心的时候呢 就要了解 苦 一如梦中之境 义是不可得 那既然是这样 但是呢 梦中的众生呢 就是我们啊 那我们都在梦中啊 梦中对梦中 那就是要怎么样 要相互支持 让彼此来出梦 彼此出梦 也就是愿以此功德 皆共臣佛道 福吉于一切 活得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这法华经上的记者 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 从自己生的苦 那么了知苦的本质 虽然不可得 但是它却有作用 这个作用让我们如梦如幻 如泡影般的 在人间 在六道中的轮回 说是泡影 但是对现前的我们呢 就去有什么呢 引发恶劣 三藏 这个难以消除的 这个作用 所以我们又在梦中呢 有业障 暴障 烦恼障 这些其实都了不可得 但是呢 对我梦中的人来讲 那就真实的 所谓的梦中老虎 就是这三藏 因为这三藏 而起什么呢 起这个十种 这个五历史 五顿史的结史 结史就是内在的各种烦恼 你因为有暴障 所以就升起什么呢 先起贪 贪什么 贪家庭 因为你就暴在这个家庭当中 你因为有业障 所以你就会撑啊 你遇的那个人 那个人过去 大家彼此恶业啊 你就起撑啊 你因为有烦恼障 所以说就面对你 这些过去你所贪爱 你现在吃爱不死啊 人家说那个不好 你还说那个是好啊 这随便提啦 三藏引发 那么就是什么 贪嗔之脉 以身边接近邪 身见也是无量无边的投胎 受报 你就自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 这一点呢 坚不可拔 然后就是生生命中造业 我们与众生都一样 所以说虽然理论上了知 它的空患不可得 但是呢 它是有作用的 作用在我们的梦中的人 又在做梦 梦中做大梦 主事长这么讲 所以怎么办 还是要私有出离 但这出离不是厌离 我说过它没有什么好厌的嘛 梦中的境界你要厌它什么呢 但是非离不可 也就是要醒不可 如果不行不行永远在梦中 那问题是梦中那么多的眷属 它跟我们一起做梦了 那你也就住不了它 所以要发菩提心 既帮助他们也帮助父弟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那什么什么佛道啊 我们求生极乐到极乐世界 见佛勿无声 回入娑婆度有情 就再回到梦中来度有情 这其实你看看法华经跟弥陀经 它最终讲的目的是一样的 所以就说这叫做大乘法 那么知道这样子的 那我们就怎么样 学习着我们发菩提心了 观自身苦原念众生苦 观自身欲出离生死苦 欲令一切众生出离之苦 而要出离之苦 我当誓求佛道 不是誓求成佛 是誓求佛道 就是解脱 不是解脱之道 就是成佛之道 成佛之道是什么道呢 就是菩萨道 菩萨道是什么道呢 就是六度万分之道 六度万分 六度万分这个时候你看 思不思 那就不能贪 持戒 那你就不能撑啊 吃啊 等等啊 照恶啊 持戒 忍啊 忍让 忍入 你度众生要忍 自己贪爱 无名也要忍 别人可以 可以怎么样做 没办法 业感应远 那你们自己要忍 这一切的 说容易吗 容易 说不容易吗 我们业障重还不容易 怎么办 到饥饿世界 学习 无神法忍 那才能够 这忍性坚强了 那么六度的 其修了 那这个 有这个能耐 智慧广播 才能回路说不 可是 要求生极乐世界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眼前 我有三丈啊 灵命终时啊 烦恼结心 不要说灵命终 现在就可能 你烦恼结心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你没办法意念啊 那灵终不意念 不是弥陀放弃 我们是我们放弃 弥陀 所以为了避免这件事情 我们第一 必须观想我们 往生极乐的动机 必须加强再加强 再来第二 灵 远想弥陀佛 发愿往生的习惯 必须加强再加强 动机加强 就是信 往生的习信 观想的能力 愿力的生起 要加强再加强 这是愿 有的信 有的愿 但是呢 用什么来完 圆满 圆满他这个信跟愿 就是来行 行 因为信而行 因为行而更增加这个愿 就是信愿行 又合到一块 这就是祖师 基于康生凯本48愿当中的 18、19、20 这三愿 这三愿能增长我们的信、愿、行 这三愿各自有一愿 色身三愿各自有一愿 就能够圆满 信中带有什么愿跟行 愿中带有信跟行 行中也一定具足信跟愿 这是在净土法门的色身三愿当中才有的 不是一般的信 我一般我信佛 我不一定愿生极乐 那我 我参常读经书 我不一定相信极乐世界 或愿生极乐世界 这是不一定的 对不对 但是在净土法门当中 这三个是合一的 那所以我就要这样圆满这个信愿行 那所以我们来打佛气 行中带有信愿 增长我们内在的信愿 是很重要 那这个信愿就不是只是信阿弥陀佛 不是只是愿我往生这个初阶的 是因为我背后还想要行六度万克 所以我的信愿是初阶 不是完成 是为了助我到那个极乐世界去 去学习佛法 这样的理解就变成 你求生信念的力道就很强了 我那个动机就很清楚了 而这个动机不就是行菩萨道吗 而菩萨道不就是累劫要做的事吗 行累劫要做的事 不就是我一生投胎来这个人间 有得人生还应该做的吗 结果你就发现 求生极乐 原来就是你投生在人间当中最重要的工作 这就是用生命的力量 全生命的力量来念佛 就是理论不是很清楚吗 好 我们现在很清楚了 观想这个理论很清楚了 我们现在就合掌当凶 瞻仰弥陀 世尊眼观圣相 口称圣好 心中要生气 我全生命就是要行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求生极乐世界 现在要愿意以一切众生 共同来求生极乐世界 你支撑我 我支撑你 所以与大众舌根普通问转 称念佛名 那耳朵呢 就要听大众的海潮之音 一波一波的进入身体 进入身体 心里 那么念入佛心 你自己的佛心 那其什么呢 其信愿求生极乐 是坚固念 这个坚固念要怎么样 习惯成为 灵命中的时候要这样想 我一生就是要完成这个信愿了 现在时候到了 我要把这个信愿拿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叫 临终无障碍 信愿坚固 不白费今生出家 不白费今生在家辛苦 供养三宝等等 这些通通一切功德会归 而不缺失 这是圆满一生 所以这是净土法门 这是大神法门 这是最极圆顿的法门 主持讲的理由就是这个 主位啊 一点都没有骗人 刚刚这些讲一点都是用人本的立场来讲 没有什么好神秘 但是你一定意念得起来 问题就出在于你信到多还是少 你会不会被你眼前的事业啊 政治因缘啊 什么疾病啊 还有人情事故啊 等等呢 干扰你这最重要的生命目的 不被干扰 不要被干扰 所以要遵守什么 佛妻的规矩 然后我们专心一致 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事 身心愉快 眼观圣相 口称圣号 耳听大众 共同信愿之心 愿求生极乐 回路说佛的这个福提心 一同念佛 鼻秀共佛之乡 身为圆满这个心念的意念 跟口的称颂 而恭敬的礼拜 表达我自诚恳切的 仰望弥陀的悲愿 我真实的要意念弥陀的 接引圣愿 愿我临终无有障碍 为了表达这决定的决心 所以我身心礼拜下去 在最低的地上面呢 来表达我的诚意 不是用话 不是用嘴巴讲 用身体来表达 这就是拜佛的 极强大的愿心之展现 那最后呢 通通这眼耳鼻舌声 声就会会在这意念上 什么意念 发佛提心 决定以生命 洪荒之力求生极乐 万元放下 信愿与吉 六根独射 信愿相继 求生极乐 圆满菩提心愿 念 停 拜 那 啊 嗯 嗯 嗯